他喜欢绿色的海龟和带帽,他们形态优美,游水迅速,价值很高。 他还对那又大又笨的西龟抱着不怀恶意的轻蔑。 他们的甲壳是黄色的,做爱的方式是奇特的,高高兴兴地吞噬僧帽水母时闭上了眼睛。 他对海龟并不抱着神秘的看法,尽管曾多年乘小船去补海龟。 他替所有的海龟伤心,甚至包括那些跟小帆船一样长,重达一吨的大缩龟。 人们大都对海龟残酷无情,因为一只海龟给剖开杀死之后,他的心脏还要跳动好几个终点。 然而老人想,我也有这样一颗心脏,我的手脚也跟他们的一样。 他吃白色的海龟蛋,为了使身的长力气,他在五月份连吃了整整一个月,使自己到九十月份能身强力壮,去带确实大的鱼。 他每天还从不少渔夫存放家室的棚屋中,一只大圆桶里,要一杯鲨鱼干油喝。 这桶就放在那儿,想喝的渔夫都可以去喝。 大多数渔夫厌恶这种油的味道,但是也并不比摸黑早起更叫人难受。 而且他对防止一切伤风流感都非常有效,对眼睛也有好处。 老人此刻抬眼望去,看见那只鸟又在盘旋了。 他找到鱼了。 他说出声来。 这时,没有一条飞鱼冲出海面,也没有小鱼纷纷四处逃窜。 然而老人望着望着,见到一条小金枪鱼跃到空中,一个转身头朝下掉进水里。 这条金枪鱼在阳光中闪出银白色的光。 等他回到了水里,又有一条条金枪鱼跃出水面。 他们是朝四面八方跳的,跳得很远,捕食小鱼,搅得海水翻腾起来。 他们正绕着小鱼转,驱赶着小鱼。 要不是他们游得这么快,我倒要赶到他们中间去。 老人想。 他便注视着这群鱼把海水叫得泛白。 还有那鸟,这时正俯冲下来,扎进在金框中被迫浮上海面的小鱼群。 这只鸟真是个大帮手,老人说。 就在这当,船烧那根细吊丝在他脚下绷紧了。 原来,他在脚上绕了一圈。 于是,他放下双脚,紧紧抓住细吊丝,动手往回拉。 赶到那小金枪鱼在颤悠悠地拉着,有点分量。 他越往回拉,吊丝就越是颤悠。 他看见了水里蓝色的鱼背和金色的两侧,然后把吊丝呼的一甩,使鱼越过船弦吊在船中。 鱼躺在船烧的阳光里,身子结实,形状像颗子弹。 一双痴呆的大眼睛直瞪着,动作干净利落的尾巴,敏捷发抖地拍打着船板,砰砰有声,逐渐耗尽了力气。 老人出于好意,猛击了一下他的头,一脚把他那还在抖动的身子踢到船烧背音的地方。 长崎金枪鱼,老人说出声来。 拿来钓大鱼,倒挺好,他该有十磅重吧。 他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在独自待着的当,自言自语了。 往年他独自待着的时候曾经唱歌来着,有时候在夜里唱,那是在小渔船或捕海归的小艇上值班掌舵时的事。 他大概是在那男孩走了,才在独自待着的时候开始自言自语的。 不过他记不清了,他跟男孩一块捕鱼时,他们一般只在有必要的时候才说话。 他们在夜间说话来着,要不碰到坏天气被暴风雨困在海上的时候。 没有必要,就不在海上说话,被认为是种好规矩。 老人一向认为,的确如此,才始终遵守。 可是这会儿,他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声来,有好几次了,因为没有旁人会受到他说话的干扰。 要是别人听到我在自言自语,会当我发疯了。 他说出声来。 不过,既然我没有发疯,我就不管。 还是要说,有钱人在船上有收音机跟他们说话,还把棒球赛的消息告诉他们。 现在可不是思量棒球赛的时刻。 他想。 现在只该思量一桩事儿,那就是我生来要干的事儿,那个鱼群周围很可能有一条大的。 他想。 我只带住了正在吃小鱼的金枪鱼群中一条失散的,可是它们正游向远方,游得很快。 今天,凡是在海面上露面的,都有得很快,向着东北方向。 难道一天的这个时辰该如此吗? 要不,这是什么我不懂得的天气征兆? 他眼下已看不见海岸的那一道绿色了。 只看得见那些青山的仿佛积着白雪的山峰,以及山峰上空像是高耸的雪山般的云块。 海水颜色升级了。 阳光在海水中换成彩虹七色。 那数不清的斑斑点点浮游生物,由于此刻太阳升到了头顶上空,都看不见了。 眼下老人看得见的,仅仅是蓝色海水深处的巨大的七色光带,还有它那几根笔直垂在有一英里深的水中的吊索。 渔夫们管所有这种鱼都叫金枪鱼,只有等到把它们出卖或者拿来换鱼耳时,才分别叫它们各自的专门名字。 这时,它们又沉下海去了。 阳光此刻很热,老人感到补井上热辣辣的,滑着滑着,觉得汗水一滴滴的从背上往下躺。 我大可随波逐流。 他想,管自睡去吧,雨仙把吊索在脚趾上绕上一圈,有动静时可以把我弄醒。 不过,今天是第八十五天,我该一整天好好钓鱼。 就在这时,他凝视着吊索,看见其中有一根挑出在水面上的绿色吊杆,猛地往水中一沉。 来了,来了! 他梳着收起双脚,一点也没碰上传弦。 他伸手去拉吊索,把它轻轻地夹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之间。 他感到吊索并不抽紧,也没什么分量。 就轻松地握着。 跟着他又动了一下,这回是试探性的一拉,拉得既不紧又不重。 他就完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 在一百英雄的深处,有条大马铃鱼正在吃包住钩尖和钩身的沙丁鱼。 这个手工断制的钓钩是从一条小金枪鱼的头部穿出来的。 老人轻巧地攥着钓索,用左手把他从杆子上轻轻解下。 他这时可以让他穿过他手指尖滑动,不会让鱼感到一点牵引力。 在离岸这么远的地方,他找到本月份,个头一定挺大了。 他想 吃鱼儿吧,鱼啊,吃吧,请你吃吧,这些鱼儿多新鲜。 而你呢? 待在这六百英尺的深处,在这漆黑的冷水里,在黑暗里,再绕个弯子,拐回来,把他们吃了吧。 他感到微弱而轻巧地一拉,跟着较猛烈地一拉,这时准是有条沙丁鱼的头,很难从钓钩上给扯下来。 然后,没有一丝动静了。 来吧,老人说出声来,再绕个圈子吧,闻闻这些鱼儿,它们不是挺鲜美吗?趁新鲜,把他们吃了。 回头,还有那条金枪鱼呢,又结实,又凉快,又鲜美。 别怕难为情,鱼儿,把他们吃了吧。 他把钓索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等待着,同时盯着它和其他那几根钓索,因为这鱼可能已经游到了高一点或低一点的地方去了。 跟着又是那么轻巧地一拉。 它会咬耳的。 老人说出声来,求天主,让它咬耳吧。 然而,它没有咬耳,它游走了,老人没感到有任何动静。 它不可能游走的。 它说,天知道它是不可能游走的。 它正在绕弯子呢,也许它以前上过沟,还有点记忆的。 跟着,它感到钓索轻轻地动了一下,于是它高兴了。 哼哼,它刚才不过是在转身呢。 它说,它会咬耳大。 感到这轻微的一拉,它很高兴。 接着,感到有些猛拉的感觉,很有分量,叫人难以相信。 这是鱼本身的重量造成的。 它就松手让钓索朝下,朝下,朝下溜。 从那两卷备用钓索中的一卷上放出钓索。 它从老人指尖轻轻溜下去的时候,它依旧感到很大的分量。 尽管它的大拇指和食指施加的压力,简直小得察觉不到。 多棒的鱼啊! 它说,它正把鱼耳斜叼在嘴里,带着它在游走呢。 它就会掉过头来,傍而吞下的。 它想。 它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声来。 因为它知道,一桩好事如果说破了,也许就不会发生了。 它知道这条鱼有多大,它想象到它嘴里横弦的金枪鱼正在黑暗中游走。 这时,它觉得它停止不动了,可是分量还是没变。 跟着分量越来越重了,它就再放出一点吊锁。 它一时加强了大拇指和食指上的压力。 于是,吊锁上的分量增加了,一直传到水中深处。 它咬耳了。 它说,现在我来让它美美地吃一顿。 它让吊锁在指尖朝下溜,同时朝下伸出左手,把两脚被用吊锁的一端紧记在旁边那根吊锁的两脚被用吊锁上。 它如今准备好了,它眼下除了正在使用的那卷吊锁,还有三个四十英寻常的卷可供备用呢。 再吃一些吧,它说,美美地吃吧。 吃了吧,这样可以让吊锅的尖端扎进你的心脏,把你弄死。 它想,轻松愉快地扶上来吧。 让我把鱼叉刺进你的身子,得了。 你准备好了? 你进餐的时间够长了吧? 招啊! 它说出声来,用双手使劲猛拉吊锁,收进了一马,然后连连猛拉,使出胳膊上的全腹劲,身子的重量作为支撑,挥动双臂,轮换地把吊锁往回拉。 什么用也没有,那鱼只顾慢慢地游开去,老人无法把它往上拉一英寸。 它这钓锁很结实,是制作来钓大鱼的。 它把它套在背上猛拉,钓锁给绷得太紧,上面竟蹦出水珠来。 随后,它在水里渐渐发出一阵嘶嘶声,但它依旧攥着它,在座板上死劲撑住了自己的身子,扬起上半身来抵消鱼的拉力。 船儿慢慢地向西北方向驶去。 鱼儿一刻不停地游着,鱼和船在平静的水面上慢慢地行进。 另外那几个鱼儿还在水里,没有动静,用不着应付。 但愿那个男孩在这儿就好了,老人说出声来。 我正被一条鱼拖着走,成了一根寄欠绳的短柱了。 我可以把钓锁寄在船弦上,不过这一来,鱼儿会把它扯断的。 我得拼命地牵住它,必要的时候给它放出钓锁。 谢谢老天,它还在朝前游,没有沉下去。 我不知道,如果它决意朝下沉,我该怎么办? 我不知道,如果它潜到海底,死在那儿,我该怎么办? 可是我必须干些什么,我能做的事情多着呢。 它钻住了勒在脊背上的吊锁,紧盯着它直往水中斜去。 而小帆船正在不停地朝西北方向驶去。 这样能叫它送命? 老人想,它不能一直这样干下去。 然而,过了四个终点,那鱼照样拖着这条小帆船不停地向大海游去,而老人依然紧紧攥着勒在背脊上的吊锁。 我是中午把它吊上的,它说,可我始终还没见过它呢。 它在吊上这鱼以前,早把草帽拉下,紧扣在脑门上。 这时,勒得它的前额好痛。 它还觉得口渴,便双膝跪下,小心不让扯动吊锁,尽量朝船头爬去,伸手去取水瓶。 它打开瓶盖儿,喝了一点儿,然后靠在船头上休息。 它坐在从围座上拔下的绕着翻的围杆上,竭力不去想什么,只顾熬下去。 随后,它回头一望,陆地已没有一丝踪影了。 这没关系。 它想,我总能凭着哈瓦那的灯火回港的。 太阳下去,还有两个终点呢,也许不到那时,鱼就会浮上来。 如果它不上来,也许会随着月初浮上来。 如果它不这样干,也许会随着日出浮上来。 我手脚没有抽筋,我感到身强力壮,使它的嘴给吊住了呀。 不过,拉力这样大,该是条多大的鱼啊? 它的嘴准是死死地咬住了那钢丝吊钩。 但愿能看到它,但愿能知道我这对手是什么样的,哪怕只看一眼也好。 老人凭着观察天上的心斗,看出那鱼那一夜,始终没有改变它的路线和方向。 太阳下去后,天气转凉了。 老人的背脊胳膊和衰老的腿上的汗水都干了,感到发冷。 白天里,他曾把盖在鱼耳匣子上的麻袋取下,摊在阳光里晒干。 太阳下去后,他把麻袋系在脖子上,让它呸在肩上, 并且小心地把它塞在如今正挂的肩上的吊锁下面。 有麻袋垫着吊锁,他发现可以弯身向前,靠在船头上。 这样,简直可说,很舒服了。 这姿势实在只能说是多少叫人好受一点。 可是,他自以为,简直可说,很舒服了。 说,很舒服了。 说,很舒服了。